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不是bug 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这样的说法呢 这都是电脑游戏 程序等的设计人员 在提议添加一些额外的机能 作为特别的奖励 或者附加功能时 经常用到的表现手法 大家好 事实上 以上不只是属于IT范畴 譬如说 在工程或者是建筑的范畴上 也常会遇到 这到底是bug还是故意设计的呀 这种的例子 欢迎来到Top10的频道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是以结果看来 是成为了附加功能的 奇特的工程案件 与失误的排行榜 那么我们赶快开始吧 比萨斜塔 意大利 首先 我们从不朽的名座开始吧 看上去总是斜斜的 明明像是快要塌下来的状态 但经历那么多年 依然保持不倒 这样的比萨斜塔 还有人不知道吗 有不少人认为 这是中世纪的建筑家 一开始就打算这样设计的 然而 事实并不是如此 在12世纪的一位 名为伯南诺 比萨诺的意大利雕刻家 设计了这栋建筑物 整座塔的基础 在1173年建成 然而到最后一层建成的时间 居然是在14世纪中期 到底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倾斜的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时间 可能性最高的是1178年 当二楼或者是三楼建成的时候 为什么塔会倾斜 恐怕是由于比萨诺的设计失误 比萨诺不知道 支撑着塔的基础部分的基盘很弱 而且对于材料力学的知识也不足 在当时巨大的石造建筑到处都是 由于类似这样的事物而曾经引起了可怕的悲剧 可是比萨诺塔是例外的 它已经屹立不摇了多个世纪 成为了城镇的代表性的象征 如果它不倾斜 那么它只会是一个在欧洲到处都会看到 多道泛滥的中世纪建筑遗迹而已 在英国的列斯 有一座超高的大楼 Bridgewater Place 因为它奇妙的外形而会引起强风 所以拥有了风之家这个浪漫的名字 这不是工程师所期望的结果 可是实际上就是变成了如此 这座建筑物的附近经常刮起强风 偶尔甚至会吹倒了行人和汽车 因此不得不封锁附近的道路 因为Bridgewater Place的独特的形状 使它的四周刮起了这种程度的强风 这座建筑物被关上了全国最丑的建筑物之一的称号 同样的理由 著名剧集Doctor Who里面登场的种族的名字 亦有着达雷克斯的昵称 也就是说 这是各个失误交错之下的结果 不光是从美感的角度上来看 毫无美感可言 对于当地的剧名来说 也是非常的危险 可是也正因如此 Bridgewater Place成为了列词的地标 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希望一睹它的风采 因为太烂了 反而不错 So bad, it's good 这座谚语在这里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我们从雾都返回充满阳光的意大利吧 相信不用我们介绍 大家都知道威尼斯有多美了 首先应该是没有人 没有听说过这条独特的运河吧 威尼斯有着非常多的著名景点 就连街道的本身 就已经非常值得大家去游览了 可是这个观光圣地 至少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失 那就是宪法之桥了 在威尼斯的大运河上架的第四座桥 是由西班牙著名的建筑家 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所设计 这位人物曾经设计过无数出色的建筑 而这次似乎却失手了 这次他的作品十分奇怪 当中大部分的楼梯 你会怀疑他们存在的必要性 楼梯带来的不方便 与威尼斯的建筑风格也非常不搭 而且它的位置也十分奇特 在一座名为赤族桥的旁边 这到底是卡拉特拉瓦的计算事物 原本的楼梯应该是更短的 还是故意地来捉弄意大利人的呢 没有人知道 用比较含蓄的说法 当地人当时并不是太高兴 可是直到现在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干脆向游客把这座桥 介绍为卡拉特拉瓦桥 它又是一个因其粗制滥造 而成为著名景点的建筑物的例子了 在英国 名为千禧桥的桥 其实有数座 而其中在泰晤士河上架的桥 在我们之前 让人惊讶的桥梁的影片中 有为大家介绍过 那是体现了英国现代之美的 著名景点之一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在泰晤士河上的另一座桥 千禧桥 这座桥作为工程学上失败的里程碑 在另一种意义上 的确是一个著名景点 这座桥花了两年 在1998年至2000年间建成 却有两次的开通仪式 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2000年6月 举行了第一次开通之后 由于犯了大多数工程师都会犯的错 让这座桥一遇上或多或少的风吹后 便会开始摇晃 由于害怕过桥 对患有过桥恐惧症的人而言 要渡过这座新桥 简直就是等于 让他们冒上心脏并发的风险 即使对于一般人来说 要过上下左右摇摆的桥 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因此当地政府不得不封锁它 然后重新建设 到了2002年2月 桥再度重开 现在桥的摇晃幅度大幅度减少 人们能够普通地过桥了 可是在2007年1月的时候 因偶尔的强风而需要再次把桥封锁起来 直布罗驼机场 直布罗驼 或许不是有很多人知道 直布罗驼是英属的外飞地 而非西班牙或者是摩洛哥的 直布罗驼的土地主要是岩山 面积只有6.5平方公里 大约居住了3万人 而当地的机场就是建在岩山之上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出来 直布罗驼机场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空间建滑行跑道 尽管它不像其他机场一样建在郊外 而是正如字面 而是正如字面所说 建在城镇的正中央 空间仍是不足 而且也不可以把机场 延伸到旁边西班牙的领土上 因此别无他法 只能够把滑行跑道 横着贯穿交通流量多的道路 已经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建机场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曾经有人提出过多个方案 包括了在滑行跑道的下方建隧道 又或者新建迂回的道路等的建议 然而最终选择的是最奇妙 最异想天开的方案 就是建造滑行跑道 打横的贯穿街道 由于街道和滑行跑道 这种奇妙的位置关系 让人认为很容易会发生事故 可是自从机场 从1939年正式运作以来 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故 在多年前 有一段没有任何的预告的情况之下 一列车直接穿过了 拥有六七条行车线 而且交通繁忙的行车道的影片 在YouTube上成为了话题 该影片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 很多人都认为那是假的 而事实上到底是怎样 我们来一起思考一下吧 为什么工程师 不见一个普通的平行道呢 为什么我们会找不到线路呢 到底是有多讨厌人类 才可以在没有预告之下 把列车穿过繁忙道 发生事故也不奇怪的街道呢 可是之后证实了 这个影片是真的 如此奇妙的铁路 事实上建设在前苏联成员国之一的 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 只是路轨非常巧妙地 隐藏在了路面之中 在影片中我们看不出来 然而除此之外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没有建设平交道 到底是一个失误 还是工程师精心巧妙策划的呢 无论是哪一个 毫无疑问 他绝对值得我们今天排行榜的第一位 顺带一提 巴库这个地区现在已经改头换面 路轨也已经不见了 但这段由无名是天才所设计出的道路 以大热影片的姿态夺回了昔日的光荣时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影片 如果大家希望对我们表达喜爱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我们的影片 以及在社交网站上分享给朋友看 好了 又来到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们之后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带来有趣的影片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